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层以及在美发展的中国影人深刻讨论了中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期两天的展会和论坛吸引了超过500家来自中美两国影视公司企业和媒体代表 比上一届增加了60%的关注量 在27号举办的开幕晚会上 美国国会华裔众议员赵美新发表致词 六三七前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格萨作为嘉宾颁发了当晚的年度大奖 旅美华人卢燕女士获得年度先锋精神大奖 年仅33岁的泰炯和煎饼侠电影制作人和投资人陈芷熙 则捧走了杰出电影票房贡献奖 本届博览会的讨论议题主要聚焦在中美两国影视行业合作新趋势 美国影视作品如何适应在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90后观众群 以及如何结束公告式交易的时代 布兰会吸引的各大影视行业公司的高管及资深人士 包括华纳兄弟影业执行副总裁John Rogwin 东方梦工厂首席行政官James Fung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总经理李川 师门影业首席运营官Brian Goldsmith 以及20世纪福克斯影业亚太区主管Victor Yip等等 两天七场论坛电影业界精英们探讨的热点 更多围绕在美国影视业对中国90后受众群及其流行文化的关注 时美影业首席运营官Brian Goldsmith表示 在过去的两至三年里 中国电影出现更多的是贴近流行文化的题材 例如小时代以及前不久刷新中国票房记录的港炯 粉丝堂首席执行官Adam Roseman在讨论中 风趣地崇拜中国网友光棍节的创意 称美国影人就从没想到11月11号 是一个可以促销单身浪漫爱情片的好日子 他认为文化差异正是中美合作 需要克服和面临的问题之一 我信任了过去的时间 你一直在对大幅度和平均的效果 海外外的资金是在整个大幅度变成的 货币电影院中的时间 像任何其他人,有一定有意义的意义 而有意义的意义 我相信在过去的12年 有意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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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义的增加多次的意义 而当你一个新的意义 在中国或美国的意义 我曾经在这种意义 但多年多年之前 你会在这种意义 你会看到这种意义 但你不明白 中国和美国的威力 都在中国和美国的威力 都在中国和美国的威力 但他们都在很不同的角度 从一个文化的观点 那些文化的观点 在特别的文化 是在当中的威力 在特别的威力 因为在 Hollywood 你会有很多很强的专业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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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言 在中国的威力 在中国的威力 都在做了一种不同的威力 在中国的威力 在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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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威力 中的威力 在威力 中的威力 就是从中国的威力 从美国的威力 对美国的威力 在威力 在威力 中的威力 在威力 我相信 在中国的威力 从美国的威力 在威力 在市场上 市场和好莱坞的沟通与商业运作模式 中国人的学生在中国的学生在中国的学生 在中国的学生在中国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人们都能学习同学生 而是有很多人学生的学生 但没有那么多人学生 和美国人学生在中国的学生 那需要改变 有很多的许多的许多 Hillary Clinton和现在 Obama 有100,000 Strong initiatives 他们是非常多的许多 更多的学生在中国的学生 但是这些许多的许多交变 这些事情必须现在更多的事 为市场增加 近年来 媒体对中美影视公司合作的报道层出不穷 但很多所谓的合作 极少数有真正的成果 公告式合作一直占据着主导 有美国业界人士认为 中美电影合作中 一大现实是中国影视政策 正处于改革中的摸索过程 过多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不少合拍片都做成了 有取景 有演员 有台词的表面功夫 看似风光 合拍片中的成功案例 《功夫熊猫》也成为博览会论坛的焦点 明年将在全球上映的 《功夫熊猫3》的中国合拍方 是东方梦工厂 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故事取材于中国 幕后团队也有大批中国本土动画师 尽管编剧和导演都是美国人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制作了两国版本 其中中国版本由中国演员配音 台词也略有不同 然而这是否就算合拍片 真正的成功标准了呢 时间和市场说了算 美中影视博览会上被热烈讨论的 还有如何结束公告式合作 博乐传媒总裁苏敬 在论坛上发言表示 要打造适合中美两国观众的合拍片 电影人本身是否兼具中西文化背景 很重要 米粒影业制作人Bill Borden认为 中美双方合作最重要的基础 是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共通点 其实很多合拍片都是动画片 因为其不仅容易跨越文化的差异 引起共鸣 也可以通过中国电影的审查 虽然中美电影产业的合作 还存在许多需要沟通解决的问题 也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但论坛中的中美电影人 仍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希望 我认为未来 你会看到 中国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 成功的与美国 他们会有所谓的 是有精彩的角色 有精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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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也会 对文化的角色 他们必须得到真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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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ell a great story 我很看好合作的前景 因为美国有技术 中国有钱 从去年到今年 希望有更多的影视制作行业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博览会 和我们的论坛 但是我觉得特别欣喜的是 确实来了很多行业的领军人物 和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真正的 这个在产业链上的人 今年美中影视博览会 携手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 举办了第二届博览会 电影原创大赛 此次比赛还特别要求 每位参赛选手 必须提交五分钟的导演 或编剧资数 在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电影原创短片中 就读于南加州电影学院的 巴西青年导演 Alexander Perata 指导的纪录片 Looking at the Stars 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并得到由组委会颁发的 5000美元奖励 以及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 该片讲述在巴西 有一所世界上 唯一的盲人芭蕾舞学校 这些看不见世界的盲人天使 借由音乐和舞蹈 来表达对光明的憧憬和热爱 2013年1月 Alexander开始在众筹网站 Kistarter上筹款 并在一个月内 募得17000多美金 在2015年8月揭晓的 《学生奥斯卡》获奖名单中 Looking at the Stars 获得金奖 此次原创大赛中 夺得第二名的是 由青年导演侯祖鑫 创作的纪录片《老摇滚》 该片记录了侯祖鑫的父亲 中国第一代摇滚音乐人 侯牧仁的创作历程 同时重温了 80年代末 中国摇滚乐 崛起时代的辉煌 侯祖鑫表示 他以后会把这部短片 加拍成长片 加入现代中国音乐人的故事 片名就叫 《中国摇滚乐》 20岁、40岁、60岁 《老摇滚》还获得了 今年国际纪录片协会 最佳学生纪录片奖 《多马独立电影节》 最佳国际短片纪录片奖 以及《华沙国际电影节》 最佳短片纪录片奖 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 张琼文的《One Mom Visits》 获得原创短片大赛 组委会三等奖 该片讲述一位 长居美国的台湾律师李婷 一直在纽约 与女友 Jeanette 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直到一天 米婷的妈妈忽然来访 让母女俩长久以来 逃避面对的问题 渐渐浮出水面 导演张琼文 根据自己向母亲 承认出贵的 《亲身经历》为蓝本 创作了该部作品 他在陈述中表示 他想带给观众的是 有时虽然秘密被揭露了 但却很意外 很可贵地被理解 这无疑是份礼物 他希望借由此片 引起观众生命中的共鸣 有勇气去与爱的人坦诚 打开心结 大片还获得 美国Asian Film最佳影片 洛杉矶电影节二等奖 定入为了台湾国际酷尔影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4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总体呈现井喷式发展 总票房高达296.39亿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并且在不断缩小与北美市场的差距 据统计 2014年全球票房为375亿美元 美国占27%的市场份额 中国占13%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的票房 占比均不超过5% 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还体现在影院建设和观影人次的快速增长 2014年全国新增电影院1015家 这意味着每天有三家电影院开门营业 每天增加约15块荧幕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走进电影院 2014年城市影院观众人次比上一年增加1.5亿人次 达到8.3亿 同比增长34.52% 同样是2014年 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吸引了以百度 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进军电影界 参与到制作发行等诸多环节 同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出台 银行业向电影领域扩大了开放的幅度 与电影产业开展了大范围合作 提供了版权抵押融资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支持 同时国家投入3亿元支持6个国有重点制片基地的发展 而电影生态系统的成型也使得以版权为核心 关联起来的产业越来越多 从而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系统 中国电影市场的高速发展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 近年来 中国化已成为好莱坞电影公司提升中国票房的一个普遍趋势 相比之下北美电影市场相对饱和面临停滞甚至负增长 而中国广阔的市场潜力吸引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 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研究中国市场 以便更好的依据中国本土资源进行创作投资和制作 中美合作拍摄电影势头越来越强劲 原本深不可测的好莱坞工业市场逐渐敞开怀抱迎接中国影人 而曾经高傲的六大电影公司也争着披上糖妆一路小跑 仿佛谁先敲开中国的大门 谁就为登上新一轮票房高峰买了保证 根据一言咨询公司的最新数据 2015年前三季度进口片在中国供获得票房133.8亿元 其中好莱坞六大公司仍然占据进口片的主导 环球影业在中国斩获42.3亿元的高票房暂时排名第一 其中速度与机型7票房达24.3亿元 一举打破了进口片票房记录 还在第二位的提示尼则凭借漫威的超级人气助力 赚得25.5亿元的票房 相比之下仅有两部电影在中国上映的福克斯公司表现差强人意 虽然特工学院在影评界反响不俗 但相较去年出品的X战警逆转未来 以及星球崛起等作品获得的20.8亿元票房 今年前三季度的8.1亿实在称不上是漂亮的成绩单 过去很多人说让财大起诉不缺家座的好莱坞电影公司最头痛的是进口片配额限制 现在的合拍片商机似乎是至于头痛的良药又可以收益不俗 但跨进合拍片圈子才了解 头痛的障碍也不少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合作制作公司简称合拍公司 是经中国电影主管部门授权管理中外电影合拍的专门机构 1979年成立的合拍公司主要负责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包括审读合作设置的电影剧本 审核合作各方的申报材料 审看合作设置的完成影片能等 此外还有一些硬性指标 比如共同创作的故事要跟中国有机的相关 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在中国拍摄是不够的 并需要中国演员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 合拍公司总经理张寻曾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 他们不希望在剧本里看到中国的形象 不是贩毒的就是打架斗殴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 他们希望看到的中国是很阳光的 登陆合拍公司的官方网站 可以在立项公告一栏看到最新的合拍电影名单 7月的名单中获准立项中外合拍的电影有6部 境外合作单位5家是香港 一家是印度 而8月获准立项的影片数目多一些 有13部 境外合作单位也更多元化 分别来自香港 台湾 澳大利亚 美国 韩国 法国 以及俄罗斯 其中《我是证人》已经在10月30号上映 首映入账3000万 是当天的票房冠军 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中国电影集团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了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 以鼓励中美电影产业的合作 早在2012年中美双方曾签订过的 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未忘录 即将在2017年到期 应该人士分析 这意味着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 甚至取消 这也无疑是给想方设法抢占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公司 打了一击鸡鞋 与此同时 华人文化与华纳兄弟宣布 双方将共同出资成立旗舰影业 共同开发制作华语及英语电影 并面向全球市场发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和迪士尼 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此外中美影业的合作还有湖南电广传媒结盟师美影业 阿里影业携手快拉萌 从影片到资本全盘布局 而中国机会也已经在日趋深入的合作中变得越来越具体 有人在热火朝天的合作外冷静分析 认为一路高高的合拍片市场并非可以一帆风顺的发展 或许其中的艰辛和困难只有圈中人才能在适当的时机吐露一二 也有人认为中美合拍片市场已经度过萌芽期 接下来如何保障合拍双方的利益 是在以后合作中需要提到台面上讨论的问题 近两年 完片担保已经进入中国电影人的视线 并逐步得到认可 尤其是在中国与好莱坞合作前景利好的情势之下 所谓完片担保是一种保险制度 由完片担保公司代替制片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保证 并通过留神监控等手段 保证电影能够在预算内完成 否则完片担保公司将接手影片制作 并按承诺的保额赔偿给投资人 总体上完片担保可以让大公司获得更多资金 拍摄更好的电影 对于中小制作公司而言 完片担保可以保证他们拍出电影 好莱坞对完片担保的使用比例为一半对一半 像王牌特工 饥饿游戏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国王的演讲 以及语人等影片都曾使用完片担保 然而完片担保的引入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也或许会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毫无规律的市场中 衍生出适合国情的保险制度 但无论如何 这不仅是中美合作过程中需应对的进化 更是中国电影在工业化标准化进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中国机会中美合拍近两年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和好莱坞对话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合拍从中国明星在好莱坞大片里打酱油 开始向高规格纵深化发展 市场热闹 前景较好 合作微妙 但机会与矛盾始终定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